在驗車掛牌 有一個項目很重要,就是它的時速要 在政府的規定 25公里以內 那如何,我們如何知道說我們的車子 是在,它的車速是正確的在那個 政府規定的25公里以內呢 現在就要靠這一台 來測試,然後換算 感謝你的訂閱與分享 高雄橋燈 拍更多影片與大家分享的動力 今天來介紹這個 這台要驗車 這台是電動自行車 現在 新的名稱叫 微型二輪車 那以前他是 他是舊的 舊的 那現在要去監禮所驗車 那驗車 驗車的話 基本 基本上 基本上那個 你必須 確定這一台的 車速是在 政府規定的25公里以內 那一般來講我們怎麼樣去知道說他確定是在 在那個政府規定的時速25以內 所以我們就要 測一下他那個 那個 輪子的那個轉速 然後去換算他的那個時速大概是多少 這樣是最準 這樣才不會 到監禮所然後 驗不過又重回來 調整一次 那我們要準備就是轉速器 轉速器 你需要去買一個轉速器 才能去確切了解說你的那個 你的車速馬達的轉速是多少 然後換算 整個時速是多少 那這樣一台不貴 這一台才380塊 然後 然後 要 要貼這個反光片 反光片 然後等一下轉速 轉速器在轉的時候 我有先那個剪一塊下來 等一下 貼在輪胎上 貼在輪胎上然後 然後 這轉速器在對著那個輪胎 這個 這個反光片然後轉動的時候 他就會算出他的那個轉速 然後轉速在 在以輪胎的那個輪軸 下去換算 就可以 確實的換算出 他的車 車速是時速多少 你就貼 擦乾淨一點 比較貼的緊 然後 把那個反光片貼在那個 輪胎上就可以了 這個輪胎大概 這個輪胎是 3.0 乘以10 3.00 乘以10的 他大概輪舟大概是在 125到128公分 那不同的輪舟基本上 會影響你的車速 會影響你的車速 3.0 3.0 3.0 5.0 3.0 4.0 5.0 5.0 6.0 6.0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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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它的轉速是多少 轉速是多少就會顯示出來 那轉速出 轉速多少出來之後 我們在大概就會 那個時速25 25以內大概在320轉 320轉以內 才會在時速25以內 好轉動 來看一下 217轉 217轉 好 來再一次 所以 所以它是 217轉 所以它是在合格的範圍內 320 320轉以內 都是合格的 好 這裡它有記憶你可以按出來 那確定 確定 確定它的轉速是 在合格的範圍內 你去接你所驗測的時候就比較容易 就不會因為 因為沒有合格 然後要多跑幾次 那轉速器 轉速器 轉速器在其他地方也可以運用到 那 像一些馬達 你想要去知道它的轉速 喔 那電動車如果你有在 在玩電動車的話 你要知道你的 車速馬達的轉速有多少 也都可以透過這個 東西下去測量 然後做你 作為你一些參數的那個修正 喔 那這一台不貴 380塊而已 就可以有很多的用途 做得更好 是 車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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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車輪